今天一副眼鏡要 大概快三千塊 留資料 我就寫寫 老闆說 你真的嫁啦 你名字叫陳隨意 我說真的啦 我名字叫水意 你不要嫁 你如果真的叫水意 我手眼鏡不要給你收錢 三千多 二十幾年前三千多塊眼鏡 結果他真的就送你了 對 老闆一定很後悔 不是 老闆真的 他也笑了 對 他沒有後悔的感覺 他真的好 因為一千個給你碰到一個水意 他也覺得有趣啊 而且很重要就是 那間影劇場在錄港 現在還在開 所以你當初聽到 他叫陳隨意的時候 你有想說你這個名字是真的嗎 就覺得 哪爽的 這世界怎麼會有這種東西 叫陳隨意這種什麼鬼啊 然後就說你兄弟是不是叫 青菜 隨便 乾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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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隨意 我乾杯了 隨意 那是什麼樣的機緣 你剛出道就可以碰到二姐 因為其實二姐在圈內 很照顧晚輩是眾所皆知 對 所以你碰到他真的是很幸運 拿什麼樣的機緣 而且那時候我還沒有 沒有出個人專輯 我只是一個 剛比賽出來 剛比賽完的一個參賽者而已 然後有一點公私就打給我說 欸 那個 二姐要跟你 蔡惠要跟你合唱一首歌 我主動找你 對 對 然後我還拿一下看一下 是不是詐騙機的 你不可能嘛 太不可思議了 我叫他把我打個巴掌 他說你打他 你說你打他 太不可思議了 他說你打他 他真的打了一巴掌 我會痛 真的 等多久了這一巴掌 等多久了 還助跑 對啊 對啊 後來就進錄音室 然後進錄音室 也是我第一次遇到二姐本人 然後我真的還是忍不住問他 我說二姐 你怎麼怎麼 我沒有名字 你怎麼怎麼會想跟我合唱 他說其實 因為二姐他沒有在接傷眼 他說沒有 其實我很少出門 我在家我都會關注那些 歌唱比賽的節目 看電視比賽的節目 也就緣分啊 這麼多歌唱比賽 對啊 也要讓他看到不容易 對啊 然後而且也要讓他看到 還要想跟他合作 拿電話 那是很不容易的事情 他就覺得說 我的神仙來唱這首歌應該 應該很適合 那你第一次合唱會不會緊張 有啊 我在配唱的時候 二姐他就坐在那邊 然後我唱了半個小時 第一句都錄不進去 連一句都錄不進去 他壓力很大 然後一會兒 二姐站起來 我看他站起來走出去 哇 不開心啊 我都想說 這個會漏尿耶 對啊 我想說二姐會不會 唱了半小時 聽不下去了 聽不下去 然後就想說 啊 算了 那換人吧 因為 在錄音室那首歌是什麼歌 《回來的我的夢》 那首是你擅長的歌嗎 算擅長啊 然後唱不出來 那怎麼會唱成這樣 太緊張了 太緊張了 興奮又緊張 因為二姐在那邊看 然後 他見到神一樣 對 然後我就 好 反正 就死馬當活馬彌 隨便唱了 就開始 沒有 也沒有隨便唱了 就認真唱 然後就毛巾 眼睛閉著的時候 欸 十分鐘就錄好了 有壓力啦 所以二姐是不是知道 你壓力太大 對 然後一會兒 大概過了一會兒 二姐又回來了 二姐第一句話說 你看 我就知道 我如果一會兒 你絕對就不會好 對啊 所以把故意走出去 二姐坐在那裡 可能我們連話都講不清楚了 對啊 對啊 太緊張了 但是就一個大好的機會 對不對 對